还有个话题今天也谈到了 就是一直以来都有声音在质疑 马政府的官员在中国有庞大利益 甚至有太子党 今天双印辩论会的时候 蔡英文当场要马总统宣誓 会要求官员利益回避 而马总统除了表示欢迎检举之外 也说一旦发现一定会依法延办 不过他也趁机酸了扁政府一顿 说自己对亲人的要求比前政府高 趁着和马总统面对面 蔡英文要好好问问 马团队是不是真的有人在中国有庞大利益 愿不愿意就说宣誓 对你的整个团队做一个一次的清查 公开他们与中国的商业利益的连结 并彻底要求官员一定要做到利益的回避 我非常欢迎各界来检举 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依法延办 绝不宽待 这一点我相信民众都了解 我对我这个团队清廉程度的期待 是高于先前的政府的 保证会管好执政团队 马总统还不忘酸酸前政府 就连辩论前提不提供资料 两人也能针锋相对 这次辩论你问我们要资料 我们送了资料 结果你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去 我让我们准备资料桶人很伤心 你给我的那一套资料我也看了一下 其实一大部分都是陆委会的新闻稿 那我刚才给你看的这个国贸局的这种公文 说开放的农业相关 这是我们自己去要才要到的 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数据 被你保密起来了 蔡英文只给马总统按钢资料 双赢辩论也趁机算总账 民粹新管 最后报道